家里有红薯的,你可一定要试试这个红薯麻烫 外酥离软,放凉了也不应 先把洗好的红薯削掉外皮 再切成片,薄一点更好蒸熟 收入到盘中 凉水上锅,水开之后,蒸上15分钟 蒸好的红薯,用筷子能轻易的扎烂,倒在大盆里 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白糖 然后用叉子压成红薯泥 越细腻越好 等温度降下来之后,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一包高活性酵母粉 先用筷子搅拌均匀,让酵母粉给它化开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500克的面粉 加入面粉的用量,要根据封薯泥的多少适量的增加或减少 搅成絮状后,淋入一勺食用油 再下手揉成面团 最后像这样软一点的面团就行了 盖上保鲜膜,醒发到两倍大 约用了一个小时,面团就发起来了 里面全都是小气泡 取出来再充分的揉一揉 排出里面的空气 然后搓成长条,再按便 撒上一点白芝麻 用擀面杖擀一擀,防止芝麻掉下来 然后像视频中这样,先压两刀,再切断 这样炸的时候才会鼓起来 都切好之后,再二次醒花10分钟 醒好之后就可以上锅炸了 油温5-6成热,给生胚下锅 炸至飘起来后,给它翻个面 全程用中小火炸,以免伤色太重 直到两面都炸得金黄酥脆 就可以控油出锅了 这样做的红薯麻烫 蓬松轩软 吃起来又软又香又甜 里面一点也不觉得油腻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做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